以故島王河鴻生的千金 何超年和男星斗梟 4月17日和18日 一年兩日舉行世紀婚禮 要配得上何家千金 除了背景家底 幾位女婿都有個人之處 以下就盤點 較為人熟悉的四位父母 以防何超兒老公陳子聰 他父親在香港知名的會計師 公公馬寶是太平餅乾創辦人 陳子聰在墨爾本中產家庭長大 他在澳洲墨爾本王嘉里公大學 基電工程系學士畢業 20歲時就由澳洲返港 做了莫德爾 又參演多出電影 近年他就和超兒拍照 搞好電影公司 四房學超型老公申其龍 在賭王河鴻生所有女婿當中 是最近的學霸 2015年在美國考試SAT 就得到2260分的佳職 童年還在托福獲得114分 以接近滿分的成績 考了入哈佛大學 被稱為哈爾濱之光 申其龍的父母 都是名牌大學出身 和成功的企業家 而他的祖母 還是全國人民代表 三房學超年老公豆曉 在小學時期 就已經跟著家人 移居加拿大溫哥華 2008年他回到中國 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 主修攝影 豆曉2010年 被內地著名導演 張藝謀相中 在電影《山楂樹之戀》 飾演男主角 在遇上張藝謀之前 他曾經經濟狀況不好 過著窮困的生活 山房何超雲美婚夫德克勒 從事消防員工作已有五年 現職高級消防隊長 月薪達8萬元 有指他身份曝光之後 就被調職到尖東消防署總部 任高級消防隊長 更有指總部文書工作較多 甚少有機會入火牆 而且是早上午9萬5 被稱為是損毀